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早 羅部長 上禮拜五立委委員會表決會特任組,你知道這個事嗎? 好 那國務院後來用三位東西來處理 實際上特任組的存費,包括通訊、監管,整個修法,是目前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剛才賴司法委員講的說特任組他不應該廢 他說雖然形象不好,但立環的形象也不好 只要這樣的話立環也要廢 這種什麼比喻啊? 國務黨當過黨邊的人竟然講這種話 你知道特任組由來嗎? 你知道以前的黑金茶器中心的法治化 蛤? 是之前黑金茶器中心法治化之後的 當初這個案子,這個法案並不是,民進黨執任的時候並不是政府提案 私立法案提案 然後禁物二主 我因為從來沒有討論過這個事情 然後草野學長,我是最後一個簽名的 我是反對 黑金中心這些人 黑金中心這些人 為了本身的意義 來遊說立法院 然後每一個立法院看到黑金中心大家都嚇到 都叫佛 全部照他的 說總長要從以前 請問總長是不是先曾經過 部長不需要同意錢,總長要同意錢 這個立法 對不對 你看這筆 這筆 要怎麼設計都是有他的一個邏輯道理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荒謬的地方嘛 特任組由來就是這樣嘛 黑金中心這些人要為了 所以將來他們需要法制化成一個特任組 當初來遊說這些人全部到特任一班去 文童處長 不是這樣嗎 全部過去 當然 這個 還要設定總長要同意錢 部長都沒有同意錢 總長有同意錢 同意錢 行使是憲政機關才有 還有總長在審查法案預算才要來 黑金中心要查 連總統的貪污都可以查 那個都違憲的 所以當初我跟黑金中心 陳金中心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不應該這樣搞 那 文童處長沒有辦法 現在所有立法委員全部同意啊 都沒有政權執行長當初這種錢嘛 所以我是最後一個簽名的 完全立法沒有討論這個案子 今天特任組你可以看出差很荒謬的地方 特任組既然我現在去夜間的時候 你要知道 黃世民第一次像馬總統的報告說 那報告就在裡面 還有我的所有 我前面電通歷審的資料 包括還要想要弄 再來說我交所為證 根本就亂搞 你們從哪些資料 全部現在在法委裡面都看 我夜間全部看得出來 這特任組完全在做這個政法 我們現在去夜間 你被保安 四個愛媛事務長林鋒正 你只有跟我通電話 也被監聽 也被查他的信用卡資料 這是完全在做政治身防的啊 這是黃總長啊 這個人還不下台 所以你剛才講一句 根本沒有嘗試的話 你既然如何 如果奈世保委員說 這是檢民會報告結果 檢民會報告結果 並沒有要會特任組 檢民會是在評定人的 不是在評定組織的 是啊 你剛才怎麼講這種什麼話 是啊 正因為是這樣啊 什麼正因為是這樣 檢民會這次在評 這大的黃士林林鋒 從事往上等 不是在評特任組的存會啊 你既然可以講說這次 檢民會也沒有談到會特任組 這是什麼邏輯啊 這是事實啊 檢民會這次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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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整個在評定 陳索王 陳索王 黃士兵等這些人 檢民會不是在評 特任組織的存會 當然他沒有 談到特任組織的存會 你怎麼用這個理由來說 檢民會都沒有說特任組織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另外檢討 不能因為這個 檢民會協會都認定 檢民會協會都認定特任組織要廢掉 部長 你今天這個部長要稍微有點邏輯 要互完不是這樣搞法了 這個問題最重要是 我們搞到現在一定要在很清楚 好到事情圍繞亂計 檢民會出來七大罪障 等一下我再問你 不管怎麼樣 我今天最大的重點是整個國家特務治國 我們在講的是特務治國 每一個人人自為 每一個地方都被檢民 跟我同年的人三次以上都被監聽 然後他們查各自什麼都一直扣線下去 這是國家特務治國啊 為什麼五月會 五月會議員會去結束啊 還有臨時會整等 和事 符貌等等 馬英九在用憲議的啊 請問這個可以用憲憲的嗎 是什麼江陽大道 我已經講的說嘛 總統憲憲我去不懂是哪邊用憲憲的 那他們辦案的方式 建議尼修豪一樣 只有儒憲那時候可以這樣搞 你這樣當作我幫尼修豪是江陽大道 我要亂去到這種程度 這種程度還不會 黃市民可以不下台 我請問你 檢民會這次出來七大罪障 建議黃市民下台 你何不態度怎麼樣 我們就依照他建議送監察院 你可以送公整會啊 不行我就只能送監察院 公文懲戒法你可以把它送啊 那是監察院彈劾通過之後 才要送法官的職務法庭 職務法庭是一回事 公文懲戒法本來就可以送他好幾條 都可以 你何不可以直接送啊 部長 我先問你這七大罪障 你知道哪些罪障嗎 我有大開看了一下 這七大罪障就是他第一個 濫權監察院 你要監察院廳 神龍河 一直扣線到監察院我 這是什麼關係 所以吳建保賈斯安 警保部 來 陳市長上台 請陳市長 今天特殊 唯有亂去到的程度 所以 簡平問他來講說 太厚內容 未經查證 而且影響他人的權益啊 他說我剛才說吳建保賈斯安 你進去法務部 我請問你 從後到後 我沒有去問 關心過吳建保賈斯安 你法務部最清楚嘛 這一直公文 發給法務部就知道了 結果他可以用新聞稿 說我 關注吳建保賈斯安 還有人打電話給我 說有這個事情 有念某打電話跟我講這個事情 他談到錢的問題 這些全部是 自己偏派的 完全沒有的事實可以這樣講 車子這樣 用九二電話兇搞就是這樣搞 所以我去告了他 嚴重毀謗 所以 簡明會也長出來 也頂出這一點嘛 根本不顧我的權益嘛 全國以爲我在 我是 陳龍和的 和陳龍和的什麼關係 全國以爲我在 關注假釋 裡面還有錢的隊友 這個關係還沒有 我現在問你一句話 你們法務部裡面有沒有那個資料去關注 有提到吳建保的事情嗎 沒有 吳建保我根本不認識 我有沒有去關注吳建保 陳龍一指公文發過去就好了 我問你 假設屬性市長 法務部就知道了 問法務部 法務部不會知道 因為相關個案的資料 我們本來就沒有 我們也沒做調查 你隔壁那個叫市長 跟你說沒有 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對我們沒有資料 所以我們也不資料 我有沒有打電話去 或是透過國會的人去問過吳建保假釋案 這樣 這個行為 有沒有這個紀錄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委員所講的這些過程的話 檢評會 他也經過一番的調查 所以 檢評會的結論 那法務部 因為 檢察總長以下的各級檢察官 適用法官法 法官法優先以公文為 我現在問你一個重點 吳建保假釋案 不管任何時間去 你要進來 我有沒有去打過你們國會員 然後打一個原理 或者打一個小任署 任何一個人談到這個事情 有沒有這個資料 我們法務部裡面沒有這個資料 完全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 聽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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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